最终 时宇还是跟着冯会长回平城了 回平城就回平城吧 反正已经复制到一个超阶技能了 超阶以下的技能以后需要时有的是机会复制 也不用急于一时 而且 现有的技能它都加点不过来了 新技能方面除非特稀有 倒也不用那么急 毕竟 它的技能槽只剩下一个了 万一学了高阶技能 结果没有新增叶促之前又遇到更强力的技能就没储哭去了 我们平城的探索期限还有二十多天 现在你有把握通过第五关吗 当天晚上 时宇差不多就抵达了平城 冯会长送时宇下车后 也跟着下来问道 第五关有一定把握了 但是第六关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急不急 一步一步来 冯会长咪着眼笑了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去探索遗迹 他的想法是 尽快 就算通过不了第六关 提前知道下第六关的情报也好 到时候 全平城预售师在帮时与一起想办法 反正 最好是平城探索期之内 就把这个遗迹破解 到时候让其他曲线盯着遗迹的人自己完蛋去 今天的话 肯定有点晚了 所以他询问了下时宇接下来的想法 再给我一点时间 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不过应该不会超过半个月 时宇还是打算一步到位 比如把绝对睡眠 被化也强化到精通级 又比如再提升提升11的成长等级再去 11的成长等级目前7级还是低了一点 这段时间时宇就顾着强化种族之外的强力技能了 而忽略了他的种族技能 想快速提升宠兽的成长等级 还是给种族技能加点最为直接 这种他们天生通过血脉觉醒的技能 提升后最容易带动自身的成长了 现在 已经有了4块空灵石 他也不用担心11的成长等级提升过快而自己跟不上他的成长进度了 所以接下来 似乎可以开始重新把目光放回11这个低阶的种族技能上 好 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需求尽管找我 冯会长点了点头 然后忽然想到什么 对了 你那个院子 会不会不方便训练宠兽 平城区还有两处空置的训练别墅 明天我带你搬过去住吧 分配给你一套 老冯几眼 雨啊 平城协会带你不薄 石宇一愣 表示明白 会长客气了 别墅不别墅无所谓 既然能方便训练宠兽从而尽早攻略遗迹 为平城做贡献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石宇才不承认自己是喜新厌旧的人 不过这栋老宅的确有点旧了 这个院子勉强能承受最开始的熊猫幼崽 但是现在可接受不了熊猫王的高强度训练 训练别墅 顾名思义 就是带有训练场的别墅 这种别墅即使是在平城区这种小地方 没有个千万估计也下不来 那么 今天是住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 石宇进入院子后 这回没有听到青年虫的欢迎叫声 他不用想 也知道是青年虫睡着了 鸟笼里 青年虫躺在龙须草床上 呼呼大睡着 看起来格外安逸 不过也就最近能安逸了 等他抽出时间来研究好青年虫的进化方向 进化之后他可就别想这样摸鱼了 一切向着石一看齐 这是标杆 今天就算了 不教学高阶技能了 教个硬化就睡觉吧 石宇做出决定后 把石宇从预售空间召唤了出来 哦 石宇出来后 和石宇大眼瞪小眼 石宇唯唯一争 技能 植物掌控 状态 不可教学 他又看向了青年虫 状态 不可教学 依然没办法叫 他们两个都不能契合吗 技能图鉴的教学契合度 其实石宇觉得挺宽泛的 他之前收录的威慑 虫丝 超视力 高速愈合 绝对睡眠 硬化 雷掌 倍化八个技能中 石铁兽十一只有虫丝无法学习 青年虫根据图鉴显示 也只有雷掌无法学习 其他都还是契合的 这种两只宠兽都无法学习 同一个技能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石宇猜测了一下 原因有三种可能 一 就是单纯的不契合 没办法教学 他们做不了职务的君王 二 他们实力不够学习超阶技能 三 图鉴怕自己死 不过不管是哪一个 反正目前无法教学是可以确定的 算了算了 石宇摇了摇头 反正他也没打算 目前就叫超阶技能 这保守也得等他大师级以后才保险啊 职业级的体质 石宇都觉得不一定能撑住 但这样看来 如果想把这个职务掌控发挥用途 只有两条路线了 要不然把青年虫网木系方面培养 要不然第三只宠兽争取契约葛植物系 石宇想了想 还是偏向于第三只宠兽再说 毕竟 青年虫作为进化潜力最高的完全变态宠兽 可选择的路线太多了 尤其是他掌握技能图鉴 能把虫丝刷到满级的情况下 青年虫的潜力丝毫不雅于那些君王种族幼崽 如果只为了一个超阶木系技能 就放弃稀有的时间 空间 龙等属性 这才是血亏 反倒是第三只宠兽方面 路青一大美女好像还差他一个高种族宠兽 到时候 调葛适合的高种族植物幼苗 这不就直接成了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哦 石一看着站在原地 然后自己就笑起来的石宇 身体一哆嗦 连忙转身去自己训练 他从没有感觉体能有今天这么充沛过 耶 不眠的耶 然而 石宇的声音这时传出 今晚些一天 让我睡个好觉 明天我们换个大房子 你在训练 因 次日 石宇入住了冯会长所说的训练别墅 这里除了一个住宅 前方是一个有池塘有进化环境的临直的巨大院落花园 而住宅后方则是一处独立的巨大训练场 另外不同于石宇的老家 这里的住宅用的都是高级隔音材料 所以石宇似乎也不用担心石一训练太潮导致休息不好了 环境很不错吧 冯会长带着石宇逛了一圈后 他笑呵呵道 一般来说 只有定居平城区的大师及御寿师才有资格分配到这样的别墅 见习及就被分配到这样的别墅的 石宇还是头一个 不过石宇有这样的资格 先不说他只要不夭折 未来成为大师及御寿师近乎是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再者 目前石宇所攻略的 遗迹日后可能为平城区带来的价值 也完全不是一处别墅能比的 非常好 石宇忍不住到 他身边跟着的石宇也忍不住点了点头 好耶 训练场更大了 不过 如果院子里的灵职 能换成竹子就更好了 不仅是石宇 石宇背着的背包里 青年虫也冒出个头 打亮着新环境 他当初就是为了远离竞争 逃离天敌才躲到偏僻的石宇家的 他甚至已经习惯了石宇家的柿子树 突然来到这种景色优美的地方 他还真有一点不适应 院子还有很多空间的地方 等有时间在种植你们喜欢的灵职 石宇一边走 一边用心灵感应对石宇 青年虫道 差不多逛了两圈 石宇算是彻底熟悉了这里的环境 冯会长看到石宇很满意 便笑道 你满意就好 那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接下来 这处别墅的所有权就是你的了 多谢冯会长 入住新家 石宇感觉不错 感觉自己的甘之力正在慢慢复苏 在这种环境优美的地方 家点家的也痛快啊 冯会长的确也有其他事情要忙 帮助石宇进入这里后 他很快就离开了 硕大的别墅内 不一会儿又只剩下了石宇 石一 青年虫他们三个 人一走 这大房子立刻空落落的了 什么也别说了 为了庆祝搬家 今天报干 搬入新家总要有一些时间用来适应 石宇适应的很好 因为这里的环境很适合修养生息 一周后 他的身体仿佛彻底与这里融为了一体 十一和青年虫适应的也不错 毕竟多数生命的本质除了复毒机和真香 还有喜新厌旧 适应过程中 十一和青年虫的属性 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名称 石铁兽 成长等级 觉醒八级 技能 硬化精通加九 雷掌精通 高速愈合精通 超视力精通 威慑精通 绝对睡眠精通 备化精通 名称 青年虫 成长等级 觉醒九级 技能 虫丝 精通加十 雷掌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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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掌精通